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我是你们的讲师King 上一节课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Session,以及Session的这样一些基础操作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案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Session的一个实际应用 那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像我们的登录的,接着呢再做这样一个购物车的效果 好,那首先来看第一个,比较简单,和我们的Cookie实现的效果一样 那我们可以来一个,在这儿,来一个Login,登录的例子 那首先呢,先来一个登录的,Login.plp 那简单写一下,来一个form,提交到DoAction.plp,Mathed也是Post 在这儿呢,可以通过Table简单布一下局 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了 InputText,起个名字,Username 再来TR,TD,密码 InputPassword 也叫Password,再来一个登录 CoreSpot,CoreSpot等于2 来一个Suppermate 登录 给Table来一点样式,写成一个Border Core,1 CoreSp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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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Spot 也是0 再来一个宽度 80% BG,Core,可以来一个Deep,Pink 身份 新学的一个颜色 也不是新学,新技术的 再来一个H1,登录页面 那提交到我们的DoAction,来一个DoAction 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 接收我们的信息,到了UserName 到了Post过来的UserName Password也是加密之后的密码 设置一下我们的Header 好,接着再往下呢,我们可以连接一家数据库 LINK,MySQLID,Connect,LocalHost,Root,Root,Math 接着再,Site一下,Xsite,Utf8 我们可以直接写个Circle,DollarCircle 等于Select,假如说ID,fromMathUser 条件是,WhereUserName等于传过来的UserName 登录成功的话,把用户的登录信息 我们放到Session中,Password等于加密之后的密码,Password 接着呢,我们UserName也是要过滤一下 MySQLID的RealEscapeStream,DollarUserName 好,查询一下,DollarResult等于MySQLID的 Query,DollarCircle,判断一下 IfResult,并且MySQLID的Effect,Rose,DollarLink 如果等于1的话,代表查到了,登录成功 Else呢,我们直接简单的跳转 HeaderLocation,跳转到login.plp 登录成功的话,我们可以让它跳转到 HeaderLocation,跳转到index.plp 那在这儿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Session中 像我们的用户信息,用户名 UserName等于Dollar UserName,包括我们的什么呀 对,我们来一个标识 登录成功的一个标识,讲说来一个 Islogin等于一个1,代表登录成功 好,那接着呢,再来一个index.plp 如果登录成功的话,我们就可以显示 欢迎你,谁谁谁,对吧 用户的名字,否则呢,如果没登录的话 我们让它跳转到哪儿啊 对,跳转到我们的登录页面 就跟我们操作后台管理员 后台管理员操纵我们的这个 模块一样,你必须登录之后 才可以进行操作 那我们就可以来检测一下这个 是否登录一个信息 Session Start -8 那判断一下,if MT的Dollar效应Session里的 It'slogin 或者是 It'slogin如果 不等1 login如果不等1的话 这手让它跳转到哪儿啊 对,跳转到我们的 登录页面 location login.prp 那如果有的话 直接Echo 欢迎您 您 接着加上我们到了Session中的UserName UserName 再点上一下什么呀 来一个BR 还可以再来输出一个退出 写线A 退出 或者注销 都可以 都可以 提交到 logout .prp 这样的效果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在这儿 Login一下的 Index 没有登录呢 是不是应该跳转到我们的登录页面呀 你直接访问Index是不可以的 接着我们可以查询一下 MESED MES学院 密码6个1 登录成功的话 你看会显示 这永远不记住啊 欢迎您 谁谁谁 接着我们如果直接关闭的话 看好了 再来访问的时候呢 是不是相当于刚才我们把绘画关闭了 对吧 再来访问的时候如果你直接访问这个 它还是会让你跳转到登录页面 对吧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呢我们再来MES学院 接着再写上一个 登录成功 那接着只要绘画不关闭 你再访问其他页面都可以得到 都可以得到什么呀 对我这个名字 就跟我们登录京东之后 我们再看其他商品 在其他商品一面 我们还是可以得到我们购物车中的东西 包括也可以得到像我们的用户名呀 用户的信息都可以 这样的效果 那如果此时用户点了注销之后 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Session清空 这时候呢 再跳转到我们的登录页面 也可以 也可以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一个LOGOUT LOGOUT 注销 首先还是Session STOP 我们要清空Session 可以写上一个Session Destroy Session Destroy 销回我们的绘画 同时把Session清空 给它一个空数组 空数组 这样的效果 再刷新 注销 注销之后呢 应该让它跳转啊 Header 跳转到 Location Login Login 如果你要把它放到Cookie中的时候 你在销毁的时候 还是 SET Cookie Session Name Session ID 包括我们的 当前时间桌-1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样的效果 也是一样的 注销 跳回着我们的登录页面 在这呢 还对 我们还有一个没有说 当我们如果像Session中存的是 假如说再来一个Test一面吧 Test Session Start Dollar 下限Session 如果你保存的是一个数组的话 这时候呢 你需要什么呀 对 假如说等一个 $AR $AR 是一个数组 当然是几位数组都可以 我们写一个UserName 对应的是King Age 对应的12 就来这两个就可以了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一个销毁 Destroy -PLP Session Stop 你可以直接写上 到了小限Session 你要清空数据的话 给它一个空数组 那现在是不是所有的 都没有吧 假如说我们再来一个Dump 挖Dump一下 到了小限Session 不要了Session Stop 来看一下我们的Test 好 没问题 接着再来打印一下 Dump 现在有这两个 那如果我再运行一下什么呢 运行一下我们的 删除 Destroy 这时候你再打印的时候 两个都没了 那我只想把什么呀 Session中的用户名闪掉 这时候呢 你就不能直接什么呀 附空数组了 你想删谁 我想删 Dollar Session中的 UserName 你这样写 那我们重新再来设置一下 Test 现在是两项都有 接着我运行一下Destroy 再来打印的时候 只有谁没了 对 UserName没了 而你直接附空数组的话 是把里面的所有数据都删掉了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大家也需要知道 也需要知道 好 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登录例子 那下节课呢 我们再带着大家 来完成这样一个勾车的例子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